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瑞穗文旦佑目前正式产季 却有人在瑞穗乡虎爷温泉旁的大排水沟 拍到了大批的文旦佑载幅载城 于是铺上了网 怀疑是人为的气果 瑞穗乡轮回总干事黄胜黄了解之后表示 因为这一阵子瑞穗地区午后雷震雨雨势强大 导致零星的落果被雨水冲刷到大排水沟内 目前已经通知乡公所的清洁队前来协助处理 原本应该是上架贩售的文旦佑 现在却布满了整个大排水沟 而随着流水载幅载城 民众看了拍照并po上网 不仅引发网友 不仅居民也纷纷议论 下大雨 有下大雨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果子都会从树上跳下来 我没有主意的 因为我没有主意的 这些果子是什么 这些果子看到 对啊 这些果子是不是都有漏洞啊 对啊 这些果子都有漏洞吗 对啊 有可能穿下来的那样吗 有可能我们穿下来的那样 由于大排水沟旁 也有不少文旦又果园 不仅居民就表示 近日内瑞穗地区雷震雨雨势强大 可能因此导致零星弱果 被雨水冲刷到地势低的大排水沟里去 对啊 它对那边过去一点 都是种柚子啊 可能是从路边吧 可能从路边 这几天是不是都有下大雨的情况 对 所以有可能就是下大雨 然后造成落果吗 对 目前正值瑞穗文旦又产季 看见大批文旦又在大排水沟里 不免引发民众诸多质疑 是否因为买不出去而弃果 瑞穗農会总干事获知此事后受访 陈青表示目前瑞穗文旦又都卖到缺货 因此不太可能生产过剩而弃果 应该是近日内好与所致 目前也已经请乡公所清洁队来处理 那因为瑞穗这几天下大雨的关系 那有产生了一些落果 那这些落果的部分农友可能就一直贪图方便 把它摆在原旁边 那可能就不小心就掉到河川里面 所以今年不会有那个像去年一样有过剩的问题 今年不会 今年的瑞穗箱已经卖到缺货了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进一步指出 今年文旦又产销期相较前几年都要来得长 再加上气候与农民优良的生产技术下 文旦又品质相当不错 尤其产季初期 农粮属于地方农会也提前启动大果收购加工 优效降低了文旦格外品进入市场 而现在瑞穗箱文旦又除了是国内市场 在县补等农政单位的协助下 也外销到大陆、加拿大、新加坡等地 产销同如顺畅 中官司黄胜黄也呼吁消费大众尽快来选购 中秋节好好品尝 好吃优质的瑞穗文旦又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 继续 中文字幕提供